CBA的常规赛继续进行 北京队大战吉林队 最终 北京队以106比75击败吉林队 数据方面 北京队的吉布森18分2篮板3助攻 秋天10分5篮板 雷蒙10分5篮板 朱燕熙10分4篮板 吉林队的江韦泽13分 江雨昕12分 琼斯10分5篮板6助攻 刘宇涛8分 戴怀博8分 对北京队来说 一场31分的大胜背后 还是能看到球队的一些表现与进步的 比如 他们让吉林队仅仅得到75分 这所见证的 正是球队超强的防守能力 这样的现实 也证明了北京队一以观之的一个属性 那就是 他们一直都是一只以防守著称 以打阵地战著称的球队 这样的比赛 是典型的北京队打法 当吉林队陷入到对方的节奏里面 吉林队自然是无法击败北京队的 这一点 没有悬念 作为球迷 对此也是心智肚明的 不管怎样 这样的比赛 北京队赢了 而且赢得很轻松 这就是很好的事情 具体从比赛来看 北京队的范子明出战了24分钟 投篮10中7 罚球7中7 砍下21分10篮把二助攻的数据 这样的范子明 这样的表现 都是极好的 作为球迷 对此也是心智肚明的 不管怎样 这样打球的范子明 是球迷们希望看到的范子明 也希望他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稳定性 范子明之外 翟小川也有所苏醒了 全场比赛 翟小川出战23分钟 投篮10中6 3分5中2 罚球4中3 坦下17分6篮板 三助攻一盖帽的数据 之前的翟小川 随时得分不过双 但这样的比赛呢 他则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了 可以说 这才是真实的翟小川 才是球迷们期待的翟小川 毕竟 翟小川一度是有本土第一小前锋之称的球员 在丁燕宇航周鹏受伤的情况下 他是中国南南风线上的顶梁柱 这样的球员 是非常出色的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运动员 只可惜 伤病过后 他此前的状态一直都不是很好 如今呢 终于变好了 所以 这也算是回落了的一种写照 这些球员之外 林书豪的发挥 也是备受关注的 这样的比赛 林书豪出战29分钟 投篮11中4 3分4中2 罚球4中4 砍下14分2篮板 8助攻4抢断45的数据 对林书豪来说 上半场很惊艳 但最终呢 还是很一般 不到4成的命中率 7中2的2分球命中率 都是不合格的 此外 他的助攻失误比也只是优秀水准 而不是超级优秀的水准 这些都证明一点 林书豪依然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 他还有没有可能回归到巅峰状态 也是无从知晓的 毕竟 伤病对一个运动员的影响有多大 这是谁都无法预料的事情 范子明21分10吧 翟小川17 6 北京队除了林书豪都回来了 这样的北京队 继续关注吧 看看林书豪到底能不能找寻到最好的自己吧 若是不能的话 冠军基本上跟北京队无缘了 跟南书豪都回落下来